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 那我们刚才在镜头中可以看到像这样穿着欧洲传统服饰的人们 都会把自己打扮成狂欢节特定的样子 然后把它cosplay成不一样的样子来庆祝这一场节日的到来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广场呢现在成为一种欢乐的海洋 那有把自己打扮成中世纪的侦探的 有自己打扮成奶牛这些动物的 然后还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些中世纪宫廷 纷纷复杂巴洛克洛可可式服装的人们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很特殊的是这个静悄悄的广场上 除了平时在这里飞舞的鸽子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舞台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是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 这位最伟大的航海家最伟大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者 他700多年前去世了之后呢 威尼斯政府为了今天纪念他 彻意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以马可波罗诞辰700 逝世700周年为主题的舞台展演 那今天在这个广场上很特殊的一点是一会儿 我们也将看到一场来自于中国苏州的汉服秀 因为中国苏州和威尼斯是姐妹城市 那为了这一场的狂欢节苏州政府呢也是为了来特意空运过来 16件中国传统的汉服来让威尼斯狂欢节有一丝东方的色彩 那威尼斯狂欢节其实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然后也是规模最宏大的一个狂欢节之一 那我们可以他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 当时威尼斯公国不断强盛 他征服到了一些其他的联邦 然后这些城邦之后呢 人们为了庆祝这些胜利的到来 所以他就会在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像类似这样的天使的翅膀啊 像这个像我像凡尔赛宫的这个公爵夫人一样 很多人他们其实这些人是 sorry是来自于欧洲的世界各地 甚至欧洲各地 他不仅仅来自于意大利 像今天早上我遇到一对夫妇 他们就是来自于法国的 然后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传统的这个服饰的样子 然后在这个广场上享受这一场盛会的到来 那我们现在也去跟他们交流一下看看怎么样 Let's have a talk with them Hi Wow Scozzy Sono journalista del noro china Ida lia English barbana Bogo Bogo 现在我们来跟他交流一下 他们是意大利人 那我刚才跟他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意大利 来自于中国的记者 然后This is costumes really fabulous It's really beautiful Beneissimo So where are you from? It's from Rome It's from Rome It's from Roma旁边的一个城市 So you came here to particular for this carnival? No So you came here and that is the festival It's the festival of the carnival Wow Wow 他们是特意为了这一场威尼斯狂欢节从罗马来到这里的 Do you like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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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ssima Belissima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Simona Simona Hahaha 她扮演的这个角色的名字是叫做Simona Hahaha Enjoy your time Gracia Gracia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人们也可以从狂欢节之中这样的扮演不同角色之中获得很多内心的快乐 其实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 狂欢节最古老的时候呢是源自于欧洲的一个神农节 也就是说人们在春天的时候为了庆祝前一年的收获 然后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即将开始一轮新的耕种 就会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把这个很多的稻草人焚烧掉 然后再庆祝这一场节日的到来 那慢慢在13世纪末的时候这个节日也被固定下来的时间就是大概两周 就是从1月底到2月中旬的时候 那在18世纪的时候这个威尼斯的节日也慢慢成为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盛大的一个节日的这样的一个雏 也就是来自于欧洲各地的王公大臣 他会来到这里跟市民们一起享受这一场狂欢节 来享受这一些盛会的到来 然后大家都把自己掩盖的这个戏服和面具之下 让好像能够让自己更开心的去享受这一场盛会 我在这边居然看到了一个穿着中国服饰的人 一个外国人 哇変身异 ses 哇 这是来自自己方值每一座终于是 这真的很棒 太龙的 我想说 他跟我讲说他是苏州送给他的一个礼物 他也是苏州的荣誉市民劳拉 他现在马上就要去舞台准备他的这一场秀了 那我们也把镜头对准舞台来看一下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今天呢刚刚我们也在广场发现一位粉雕玉卓的小甄嬛 特别的漂亮 你好 你好 对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打个招呼 哈喽 你们是来自于中国哪里啊 来北京 然后特地是为了狂欢节来的吗 对 本来是一开始没发现有狂欢节 一开始想从那个佛罗伦萨过来 后来临时改了一个方案 然后先来这个狂欢节看看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小朋友的这一身装扮非常的漂亮 是特意从中国带过来的吗 对对对对 就是发现狂欢节以后就赶紧抓紧买一些中国有特色的衣服嘛 然后觉得这一身还穿上还挺好看的 然后就穿过来了 那刚才应该有很多人围观吧 就是问 对对对对 一般就是特别那个照相的嘛 好多都是这个当地的也是抠色吧 然后邀请他一块去照相嘛 反正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会想到把孩子打扮成中国这样传统的小吉祥的样子 因为这个首先传统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好看的 其实它只有面具不是传统的 是威尼斯这边买的啊 因为中国那边买的那个可能有些大吧 不太合适然后临时买的其他的都是中国这种古风的一些风格 觉得非常可爱 对这个给我们感觉就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种感觉也是我感觉现在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我们到了这里就把中国传统的中国最漂亮的一面展现出来 对对对是这样的 而且今年好像有一些中国农历的表演还有马可波罗的一些东西嘛 对对 所以就这个就专门成这样了 那方便小姑娘站地上我们一起向镜头展示一下吗 展示一下就有摆个姿势就行了 在镜头 一起来我们对着镜头来一起挥挥手啊 哈喽最漂亮的小女孩 你就是今天在狂欢节上最漂亮的咱今天几岁了 五岁大 啊那你的小名叫什么呀 小鸡 啊好好听啊 那你扮演这个是为了什么呀 是喜欢自己的这一身衣服吗 是 很喜欢哈 那我们来对镜头转个圈圈好不好 来转个圈圈转个圈 哇好漂亮 看我们的意大利摄像叔叔都对你心有独钟太漂亮了 好的谢谢你我们来问握手好不好 谢谢 谢谢你来参加意大利狂欢节 我把你领到你爸爸那里 好 好谢谢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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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 好 你好,我是新華媒體新華媒體新華媒體 現在我們做了一部剪刀的卡尼文 可不可以拍攝照片嗎? 你真是很美的 你做了自己嗎? 是他 哇,你真是真正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是用EVA的造型 然後我塗了一個圖片 我家裡有一個圖片 然後我塗製它 所以你多久要塗製嗎? 我不知道 三天可能 所以這是你的設計師 的顏色和材料? 對 哇 剛剛我問他這個是不是自己做的 他說對 這個東西是他自己製作的面具 他大概花了三天的時間 在自己設計的顏色和材質 然後用它把它粉刷下來 為什麼你選擇這個衣服 和這個衣服? 它是有點曝光 我只是想要 用Venetian的靈魂 但這不是很大的原因 真的 我們可以放在我們的衣服 其實 他也說他們選擇這個東西 也是為了適應這個 威尼斯狂關節的氣氛 他們需要在臉上有個東西 可以來適應自己的這個 紛繁複雜的這樣的一個戲服 但是這真的很不錯 謝謝 謝謝 希望你會享受今天 謝謝 謝謝 我愛你 我愛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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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好的是 嗨 剛剛他也向我們祝以了 中國的新春快樂的祝福 我們也在威尼斯狂歡節的港場上 感受到了多元文化融合 和文明交流的魅力 Yeah 今天我們在這裡 然後還碰到了一位新婚的夫婦 這個新婚當然打上了引號 就是我們這個舞台秀上面的 這個漢服秀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這個衣服是來自於明代的 是明代人結婚時所穿的 這種傳統的服飾 那我們來採訪一下我們的演員 穿上這樣的傳統的服飾 感覺怎樣呢 好 我們是威尼斯大學的學生 我們今天參加這個很好很漂亮的活動 漢服秀 我們很高興 因為我們在學習漢語 所以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更深的了解中國文化 和 中國的傳統習俗 對 對 那這是你第一次穿這樣 就中國傳統服飾嗎 是我第一次穿 傳統衣服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衣服很漂亮 你可以看 非常舒服 對 是 很舒服 對 因為這個衣服應該都是從蘇州運過來 它是用絲綢製地的 所以很軟很舒服 是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衣服 對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漢服 其實呢 我也要在這裡給大家科普一個小點 就是中國的漢服其實並不像很多的服裝一樣 它要把人的這個衣服包得很緊 摟出身體的線條 其實它是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連妹 這個就是妹 所謂這裡呢 就是說 用寬鬆的一種舒適的方式 用色不是特別濃烈的 特別誇張的色彩 然後展現出衣服的這種質地和衣服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可能是也跟我們這個漢文化裡面的兼容並絮呀 然後清新儒雅的這種風格也是有所貼合的 所謂每一個民族都是有著自己不同的性格 但是在現在的這樣的世界大融合文化的人化交流的背景之下 我們相信在文明互見的背景之下呢 這個不同文化之間也會有著不同的交融 就像今天我們看到威尼斯大學的學生意大利人 穿上了我們中國傳統的服飾 也是帶給大家不同反響的感覺 在意大利的狂歡節上 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那我們也想希望借今天的這樣的一個 維尼斯狂歡節的舞台 祝你們新婚快樂 謝謝 因為他們扮演的是一部新婚 謝謝 謝謝 謝謝接受採訪 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還有很多都在這裡面 來合影 然後來進行 也讓大家非常的喜歡 其實中國傳統服飾的魅力 並不僅僅只是在舞台上展現的那一瞬間 更多的時候我們也把它變成了現在傳統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說 我們會在日常生活中 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穿馬面裙的也變得越來越多 那我們是穿旗袍的也變越來越多 那今天的話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個威尼斯廣場上 我們看到了穿上中國小 把中國的像甄嬛一樣粉雕欲濁的小衣服的這個小朋友 她從北京一路把衣服帶到了威尼斯 然後還有穿馬面裙的姐姐也是一路把它背到了 從中國背到了意大利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以服飾為代表的這樣的文明交流的魅力 也是在現在世界百花園上不斷的綻放 那我們也看到在現在呢 我們的獅子也來到了現場 這個也是在慶賀中國龍年青年 讓威尼斯狂歡節有這一絲不同反響的感覺 非常可愛 電視頻相近的狀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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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